当地时间2019年1月1日,中国第六匹驸马里维克官兵在营区举行新年生计仪式。 甲春明社当地时间2019年1月1日,清晨5时45分,一阵尖锐的警报声,在林马团东战区超营上空,响起西门上尉玉汽车炸弹袭击。 按一号方案执行,随着指挥长中,经波下达指令一场营区防卫演练随即展开,官兵们迅速穿戴战斗装具,领取武器弹药,按行动预案编组,向支援方向奔去。 新年第一天,中国第六匹驸马里维克官兵在任务一线通过这种方式迎接新年到来。 演练结束后,170名兰魁勇士在操场整齐列队迎着清晨第一缕曙光,举行新年生计仪式。 官兵们精神抖擞,斗指昂扬,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,站在队伍里的快反中队战士马昭格外激动六年前。 他曾作为首批队员赴马里维克,这次他成了队伍里名副70的二维马,能够第二次执行维克任务,他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。 对于大多数首次参加维和的官兵来说,回首刚刚过去的2018年,虽然身处一国他乡,但他们火热的心,从未与祖国分开官兵们,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,为祖国和军队赢得了荣誉。 快反力量演习中卫和官兵,利用装甲车掩护前进。 甲春明社资料图片,自2018年5月进驻任务区以来,维和官兵迅速接替战备,进入情况,除了执行日常的杖岗执行和警戒护卫,他们还参与了超营仪仗队训练。 顺利通过连马团作战能力评估,快反力量演习,装备核查等多项重大任务,受到了连马团官员和各国参谋人员的高度赞誉。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快反力量演习中,分队官兵仅用11分35秒,就完成了人车出动快速集结前出支援等战术动作。 专业程度让现场观摩的连马团官员们赞叹不已。 时任东战区代理司令穆罕默德·埃拉什上校说,你们是我见过最高校的快反力量,你们的反应速度和战术运用让人不可思议。 根据联合国出兵声明,警卫分队主要担负战区司令部的安全防卫任务。 这项任务既是对年轻的中国兰魁农士们的考验,更体现了连马团官员和各国参谋人员对中国军人的高度信赖。 经历过超营周边的汽车炸弹袭击和梅纳卡营区遭火箭弹袭击。 官兵们对战场态势变化,有了更加敏锐的感知和洞察力。 也深知,在任务区执勤,时刻都要绷紧神经,不能有丝毫懈怠。 在警卫分队负责把守的西门少尉警卫三中队中队长李良向往常一样, 仔细地检查武器装备的使用性能和安全设施的工作状态少尉周边。 新增设了巨马、自动组车窗和防爆墙。 T4配置的减速路障、拦阻地段和爆炸安全区。 品自行配置的三处港哨,可有效形成火力拦阻。 能最大限度的确保维和官兵的人身安全。 而这也是李良队长的新年愿望,要把兄弟们平安带出来平安带回去。 哨兵进行安全警戒甲春明社资料图片,已经到来的2019年,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 即将脱下军装的四级军事长倪春林说, 这次为何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祖国的强大回到地方,我依旧会不忘初心。 继续前进将自己在部队的所学,所得应用到新的工作中去。 为国家的发展进步添砖加瓦,贡献力量。 新年第一天任务一线的维和官兵纷纷表示, 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难亏使命,圆满完成维和任务。 他们在万里之外许下新年,愿望为祖国七十华代县里快返中队中士王晨明说, 身在马里落位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,感到骄傲心的一年。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警卫三中队的全体官兵说,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。 向祖国送上祝福贾春明社资料图片。